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们知道在周一的时候 中国的B股曾经出现了6%以上的暴跌 但是幸运的是 昨天的A股市场并没有连续的受到它的影响 A股昨天上证指数是放量高开 最终是上涨了1.4% 目前再一次是逼近到了3100点高度 昨天收盘是收在了3083点 深圳方面也同样上涨1.3% 目前是10800点左右 再次逼近11000点大关 欧美股市昨天也是放量高开 英国 法国 德国 涨幅分别是在0.8%至1.6%之间 而美国三大指数也分别有0.5%左右的上涨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昨天整体而言 全球股市是几乎是保持向上 那么在其他产品方面 黄金价格也是在连续11天波动之后 昨天最终收盘是爬上了1260大关 但是目前这个变化依然也是非常之小 黄金价格已经在过去的10个交易日中 保持在目前的价格范围之内 另外石油价格昨天大约也有小幅的上涨 另外在今天下午 中国是发布了最新一个季度 第三季度的GDP数据 出来的数据和市场预计的一样 是6.7% 但是工业产出数据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 那今天我们热门话题的凿重了 就来说一下的是澳洲的澳元方面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现在的新任的罗行长 已经正式上任了 那么在今年老行长在任的时候 针对澳洲的情况已经有过两次的降息 来刺激经济打压澳元 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和日本和欧洲央行当时降息非常相似 就是通货膨胀数字一直上不去 换句话说就是物价太低 那么现在新上任的罗行长 就是之前老行长的助手 因此在整体的政策上 基本上将会保持着和以前老行长 比较类似的风格 那换句话说 澳洲央行在决定要不要降息的时候 依然会以通货膨胀率作为第一考虑因素 虽然新任行长在两周之前上任的时候 曾经说到 他们现在把通货膨胀不再设定在一个固定的数字之内 而是把它设置成一个范围 大约是可能是1%至2%之间 这样的做法可以给他未来在自己决策的时候 留下一定的缓冲 比如说他可以在可变可不变的时候 可以留下一些借口 但是也正像他昨天所说的 如果出来的数字特别的差 远远低于预期的话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澳洲央行很有可能会再一次降息 那这个话也是非常旗帜鲜明的向市场和投资者表明 现在澳洲央行对于经济和对于失业率并不担心 唯一担心的就是澳洲的通货膨胀率实在太低 远远低于央行给出的2%至2.5%的目标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对于澳元的看法 一直是希望澳元稳定在对美元是0.7%至0.75%的空间范围之内 但是现在澳元已经连续上涨 现在价格更是要冲击0.77%的高位 而且从技术上来看 一旦冲击上0.77% 澳元将很有可能前往今年最高点0.783% 因此在现在澳元高起的情况下 对于澳洲央行来说 降息的压力将会是非常之大 如果下一次出来的通货膨胀数字比较难堪的话 那么澳洲央行降息 或者说今年三次降息 在目前看来也并非不可能 那从技术上来看 澳洲澳元的走势 现在也是逼近了 从今年4月份以来的一个下跌趋势线的高点 今年的最高价曾经去过是0.7830 那目前价格大约是0.7690 从7830开始 接着往下一路以来 大部分的高点都比之前的低 每次的头部都比之前低 这样就形成一个以0.7680为头的下压趋势线 这个下压趋势线到了现在的价格 大约就是在0.77 因此一旦澳元冲上0.77 三天不破 有效突破之后 澳元很有可能至少是冲击0.7380 甚至于将会冲击0.78 或者0.8 0.8直接就是冲击0.8 那么今天再来我们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在连续下跌一周之后 今天白天终于又有一次回到 或者说是接近了上涨的趋势线之内 但是依然是没有形成最终的反转 在一小时的图形上 澳洲指数呢 现在是反复几次冲击5440点关键价格 但是都没有保持住 在目前的通道线以下的话呢 如今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地爬上5440之上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这么挂单 在5440点上方10个点5450的价格挂单买入 下方则在跌破了5400点之后 就在5400的价格上选择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那么澳元呢 刚才说到也是在冲击了昨天 前天冲上了0.7640之后呢 是一股做气直接上了0.7680 但是昨天上了两次7680之后 曾经尝试冲击0.77 但是最终是没有形成反转 那么从现在来看 在一小时图上的话呢 澳元现在呢 就压制在了0.77上 如果他有冲破了0.77 将会毫无疑问呢 有效突破之后 他会继续上涨 但是由于0.77的压力线太大 很有可能在上了第一次0.77之后 会有一次回撤 甚至于两次回撤 但是如果我们严格的按照信号来说的话呢 只要上了0.77 我们就应该挂单买入 止损单可以设得近一点 比如说在20到25个点左右 因此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的挂单 上方就是在0.77挂单买入 而下方的卖出单则设定在0.7625挂单卖出 你激进一些的话呢 可以再往下一点 在0.7645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么再来看一下欧元方面 欧元呢 昨天也是曾经是一度是跌破了1.1大关 但是轻微的反弹了一下 反弹上来30个点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并没有触及我们任何的买入挂单 激进挂单我们说到是1.1030 保守呢 是1.1060 这两个价格都没有到 所以说现在欧元呢 我们几乎来说可以沿用昨天的挂单 保守买入在1.1060 激进式买入比昨天高一点点在1.1035 那至于卖出单的话呢 也是除非它这次呢 再一次跌破 这个1.1 所以呢 我们如果再激进 再保守一些 卖出单 卖出单就设定在三天之前的低点 1.0960 和昨天价格一样 0.0960不变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的走势呢 我们知道在连续11天的这个震荡之后 昨天终于是爬上了一个一小时通道线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呢 虽然爬上了1263 但是没有多久 就又一次跌回到一小时通道线之内 那从目前的价格来看的话呢 我们对于黄金价格 是旗帜鲜明的 可以挂在昨天最高价1265上方 留五毛钱到一块钱的余地 1266选择挂单买入 它如果在此创新高 将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涨 那同样 那么我们的卖出单呢 则可以挂在相对激进一点呢 在1256的价格 如果保守一些 则在1249 1259的价格挂单买出 那么1249的价格 1249就是1250跌破 挂单买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需要关注的产品 需要关注的这个消息 在澳洲下午时间 一点钟的时候呢 中国已经发布了第三季度GDP数据 跟市场预期一样 是6.7% 那么到了澳洲时间 晚上7点30分呢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平均实行数据 以及呢 英国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再往后看到了晚上11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新屋 开工率 开工数据 以及呢 再往后凌晨一点钟 加拿大央行会公布 家园最新利率 再往后半个小时 凌晨1点30分 是石油储量 美国的石油储量数据 因此 从今天晚上来看 英镑 家园和石油的波动 将会比较大 投资者呢 应该根据相应的时间 做出 这个保护风险的举措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